欢迎收看美美乱入 大家好 Keng又和大家见面了 上一集吃完日本拉面 今集继续带大家吃面 今次介绍的是玉门牛肉面 这里前身是一间港式茶餐厅 老板接手之后 仍然保留用来装饰的香港旧照片 望着香港旧照片 吃着台湾牛肉面 另有一番风味 玉门牛肉面 配料有三宝 分别是牛展 牛筋和牛肚 牛肚炖到又软又香 吸满汤汁 牛筋又软又黏 充满浓厚的胶质 牛展带有筋膜 偏弹牙又咬口 肉香味不算重 可以说是三宝之中排低尾 汤底清测不油腻 温润顺喉 味道会短暂停留在口腔 采用右伸面 面条偏軟 如果改用粗面会更理想 整体是一碗有水准的牛肉面 乘感炒面 本来想点炒饭 怎知点错了炒面 但是又错又错了 配料有肉丝 虾仁鲜油和蔬菜 味道调得刚好 炒得均匀略大湿润 都是用汤面同一款右面底 虽然面条偏软 但就没有炒断 可以整柱夹上来 由于炒得均匀 另每一口味道都是一样 很有满足感 烫青菜老蛋 都是两款大路小食 煲在菜面的肉醋都挺咸下 千万不要空口吃 但只要连菜一起吃 味道就会刚好 老蛋都是正常水准 想吃蛋的就怎么来吃 脂壮可乐 讲到饮可乐要饮得暢快 脂壮真的没得输 加上不是很多地方有供应 不是这样也不饮后啊 今集的介绍是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希望可以按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